半夜十分,男人被外面的动静吵醒,来到了阳台,哎哟,永世边,来了一个长腿女孩,她的小姨子 今天暗论的全方首发,带来1969意大利恐怖电影,智了的容颜 美国女性安德里安·拉鲁萨,但犹如瓷娃娃般精致的脸庞 魔鬼恶怒的身材,都在本片里大幅的展示 同时,也是她的演艺深压力,最为open的一部 本片生肉之饭,DVD消负简直 18岁的花旗少女侯丽,原本是个阳光般靓丽的富二旦,老巴士成立的首富 今天,她又检测了一家新工厂,男友马德温柔体贴,把她宠成了公主 虽然,她是个穷小子,但女孩不在乎,再有钱,还能有她家钱多吗 只要对她好,就足够了,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但是一个变故,让所有的美梦都破灭了 今天,没钱开房的马德,把优惠的地点选在了洗头房 哎哟,这晚看到警察来领解,马德准备带她从后门溜走 擦,一大堆相机等着她呢 这下完蛋了,大富二的女儿竟然是个三千妹子 八卦上了头条,股票深深地往下跌 为了止损,公司的法务提了一个建议 没有人会攻击一个不幸的人 我们就放出消息,女儿侯丽是个金分 还是晚期的,这么离谱的想法 却受到了部长,神父,还有全家的一致同意 侯丽当然不肯屈从,为了保全公司 难道就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吗 这不是警仇,而是命令 老爸心意已决 全家里面,只有大姐觉得有点不公平 可她不敢跟老爸顶嘴 戚风的侯丽,索性卷了扑盖 去找男友马德了,这个家不要也罢 跟着男友私奔嘛 她喋喋不休地跟他诉苦 家里人都疯了,竟然要他装傻子 意外的是,马德却帮着老爸 那也是对你好,巴拉巴拉的 侯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突然,他眼角撇到了一个箱子 天哪,那不就是老爸的吗 一个颠覆他三观的真相,旧是大白 男友串通了报社,拍到了照片 以此向老爸敲诈一大笔钱 什么山摩海誓,什么父子女校 都是假的 无暇的大眼睛里,泪水就要躲垢而出 他的世界崩塌了,顿时万年聚会 最亲最爱的人都背叛了他 还有什么不舍得 他同意去精神病院 完美的脸庞上浮现的 完全不是他这个年纪该有的寂寞 他很清楚,等待他的是什么 统一的病符,沙白的床单 眼泪的摸摸,无手指的抽血 一晃,很多天过去了 大姐放心不下他 带着他最喜欢的红玫瑰和康乃鲜来看他 好家伙,好历就像变了一个人 眼神呆滞,鲜弱僵尸 这还是他那可爱的小妹吧 他愧疚地伸手 帮他扶去了华夏的泪滴 下次我会带来更多的花 等你出来了,我会带你去旅行 回家后,他一直心生不定 就在丈夫法科的甜蜜索吻 他也会无声道地哭出声来 心里都是那可怜的小妹 他痛恨自己的软弱 当时要是能多那么一点勇气就好了 半年后,沙里终于康复出院了 奇怪的是,明明知道他今天回家 家里却冷静地要命 一个人都不在 看着那花园里的花朵 他突然发疯一般地跑去 狠狠地砸破花瓶 踩了个稀巴烂 这还不过瘾 索性耗了个甘性 这一年来的委屈 终于找到了发泄口 大姐还是骗了他 根本就没有来过第二次 女孩追着小嘴 疯狂地绕着永世大转 晚饭前,家人回来了 沙里开心地跑来 搂住了老爸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这多少有点诡异啊 轮到姐夫法科的时候 他直接甜美可欺地上去 家人都蒙圈了 这反常的举动 让全家人的心里都是 嘴嘴不安 一句话都不敢坑 他贴心地给老爸盛来汤 轮到法科的时候 他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拿起了桌上的肉插 统计了插座 顿时 家里断了电 老爸不知道什么情况 让猴力气喊管家来 爷 女孩好像消失了 不然 女孩的尖叫传来 是楼上她的房间 一家人全都跑了上去 房间里没人啊 灯亮了起来 隔壁房间的玩具 全都疯狂地启动 楼下又传来了她的喊叫 再去一看 哟 毫厉若无其事的作者 难道 刚才的都是幻觉 不管怎么说 女孩总算回来了 她又恢复了少女本性 穿得很清凉地 在家里随便晃游 特别是那个法科 根本不当她是个外人 只把人家勾得一愣一愣的 这才满意的转身 女孩确实变了 是要把老爸照片 画成了魔鬼 是要撕破她的文件 她的手枪也成了玩具 瞄着门外的老爸 他满脸得意 下一幕 喇叭差点归息 去经营场 再一次来到街上 她看什么都是新鲜的 但没有改变的 是人们在背后的切切私欲 19岁的女孩背过人群 委屈得泪水滑落 事情从哪里开始 那就从哪里结束她 她偷偷地闯进了马德加里 黑洞洞的枪口 让她吓得不敢动弹 去年把她捏在手心的男人 现在被她玩得团团转 把柄扎手 她乖乖地听话 反过来去偷拍了老爸 老爸有个情人 部长的老婆 男的全色交易 被她录了个一清二楚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家里好似恢复了平静 但那只是暴风雨 来世前的男的瞬间 听着隔壁大姐房里的动静 后里又开始了幻想 现在老爸一起在忙 大姐对自己不错 那就先从法克下刀吧 她化身成了小鬼当家 布下了一个精巧的机关 所以开始多角度 无视角地利用自己的魅力 去吸引法克的目光 大姐也不错了 可是得不到的总归是好的 她默默地咽了一下口水 被女孩发现后 不好意思地拉着大姐去游泳 趁着他们在打闹 她偷偷地拽掉了插头 一把丢进了泳池 噼里啪啦 哎呦 还好 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 但随后的景象 让法克完全懵了 只要大姐喊了她几次 回过神来一看 却什么都没有 难道是自己看错了 后里越发地大胆 利用各种机会和她接近 大姐也没有放在心上 1969年啊 远古的Disco 早期人类驯化 电子音乐的珍贵视频 女孩的计划很成功 把一部宣传新工厂的影片 替换成了老爸偷情的片段 全家人都吓懵了 马德的电话事事打来 这次她要的更多 娶侯丽维奇 成为她的女婿 而且只给她三天的考虑时间 这个变故 把大姐吓得够呛 整天魂不守舍的 好不容易试着要睡着 不省心的小妹又来捣乱了 法克店的动静来到了窗口 泳池边的景象 让她瞳孔正在滚圆 这个小妖精又在坐腰了 压抑许久的火 撑了一下就冒起 哎 怎么把灯给关了 下去看看吧 好家伙 人呢 怎么消失了 把她撩拨的不要不要的 女孩觉得已经够了 她的下一个目标是 老爸的副手 谢特 色美着她完全抵挡不住 女孩的魅力 带她去了老爸的度假小屋 好家伙 也太会撩了 谢特咕咕的贴了上去 呦 原来是个仙人跳 在马德的油耗温侯下 没跑了 女孩要多了一个帮手 在她的策划下 集结了一批小年轻 到处竖起了 反对部长内部交易的标语 这张奏效了 名义使然 部长被隔了纸 喇叭头巨子的新项目也黄了 好像有个人处处在给她使绊子 但是万万想不到 那个人就舍自己的女儿 朋友马德的胁迫 老爸还是答应了婚事 殊不知 郑重的女儿下怀 只有大姐觉得透着古怪 可她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一切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所有人都被她玩弄于股掌 包括男友马德 到现在 她不敢相信竟然成功了 一个小老百姓即将踏进豪门 她憧憬了有钱人的生活 不出意外了 感受意外了 喝下了加了药的香槟 马德还想来个梅卡尔度 可脑子已经不听话了 一头栽了下去 猴里又摆弄起了她的小机关 无邪的大眼睛里 勿满了杀机 搞定了一切 她悄悄地溜走 没一会儿 院者上钩了 来谈条件的老爸 一开门 蹦 瞄得太准了 惊慌失措的老爸一看 磨茶 自己的枪 下个轮到谁了呢 当初极力要她装疯的法克了 斩传难免的她 再次的被女孩所吸引 快步上楼 看了一下老婆 睡得呼呼的 就寄了好一会儿 一狠心 丢下烟头 走进了房间 女孩满人惊醒 当然是假装醒来 一推一嗓尖 叫声惊动了大姐 天哪 大姐彻底崩溃了 那可是自己最亲的两个人 她哭了 随后又笑了 法克也没有脸再待下去 卷起扑盖离开了家 放弃了继承公司的梦想 献手而来的恶好 击亏了老爸 原本完整的家庭 现在就只剩下了她和侯丽 虽然她并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女儿倒的鬼 突然 马德的声音环绕周边 她惊慌地找了一圈 是一台录音机 刚关掉 外面又是一台 是女儿 她狠狠地冲上去 打了她一个巴掌 顿时她什么都明白了 自己的女儿才是魔鬼 可是谁 把她变成这个样子呢 她无助地喃喃自语 你到底想要什么 不 你什么都给不了 我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很多天过去了 落到了豪宅里 只剩下了夫子两人 孤独的晚餐 他们谁都不愿意开口 现场气氛降到了冰点 孩子 点一句说 一句话总结就是 清纯大兄女孩的 金分复仇记 女孩最后的私声呐喊 发了一声思 你创造了我这个魔鬼 从此 你将天天做噩梦 独自面对你 贪婪造成的恶果 直到永远 回过头来想一想 我们何尝不是呢 阿爸的扮演者 一顾意大利著名男性 罗萨诺·布拉奇 同时 也是本篇的导演 他和索菲亚·罗兰 搭档的保持燕姬 有兴趣的可以去考一下鼓 1969意大利恐怖电影 治疗的容颜 剧情两颗星 卡斯五颗星 哇塞五颗星 女神拉鲁萨的巅峰之作 我是艾伦 关注我 想更多冷门家片 我记得给大家 我们在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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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